波拉特 哈萨克斯坦的电视主持人 本片讲述了一个哈萨克斯坦人 在美国冒傻气的脑残过时 波拉特奉命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同时配合制片人拍摄纪录片 在出国之前 波拉特简单介绍了他美丽的家乡 一个充满强奸乱伦和种族歧视的变态国家 美国那么大 波拉特真的很想去看看 可这货一到美国就开始冒傻气 在第一个月 在地铁车厢里见谁亲谁 无把酒店的电梯当成房间 用马腾水洗脸 在繁华街头当中手淫 然而这只是热身 波拉特的美国之旅 这才刚刚开始 波拉特找老师学习美式幽默 自己却满嘴都是强奸乱伦 他向妇女组织学习经验 自己却对女性极不尊重 波拉特在酒店看电视 竟然对女艳星帕梅拉一见钟情 为了跟女神近距离接触 波拉特不惜改变路线前往加州 快哥只知道有钱才能任性 没想到脑残更加任性 接二连三的冒傻气之后 波拉特终于交到了朋友 事后他才明白对方是同性恋 波拉特做客一档直播节目 结果丑态摆出各种丢脸 他在牛仔竞技会上演唱国歌 口无遮拦差点丢了小命 一路倒霉的波拉特在家庭旅馆留宿 却被对方的犹太人血统吓得屁股尿粗 就连学习餐桌礼仪这样的小事 波拉特照样可以把一桌人气得蹊跷生烟 为了汉被心中的女神 波拉特对制片人大打出手 两人光着屁股跑到酒会现场 大闹特闹 身无分文的波拉特露宿街头 痛苦之中他成了一名基督教信徒 话说人丑就要多读书 看看圣经有好处 最后波拉特成功见到了他的女神 然后他就用麻袋给女神给套上了 四处碰壁的波拉特回到祖国 致力于改造自己的家乡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